車抵達目的地 問獎看到乘客先問這問題 乘客四大一小 已經超過現在四人的規定 問獎委婉拒絕 請他們取消叫車 沒想到竟爆發口角 要滾 你這樣是要叫警察嗎 你要動手動腳 藍一男子標出口 還被指控坐視動手 雙方都自認有理 大部分計程車車身都有印上 乘客四人的字樣 人數規定很清楚 不過若遇到四位大人 一位兒童到底能不能載 如果有警察取締的話 那我們就你們要自己負責 我盡量給你們方便這樣子而已 超債划三千啊 因為三千塊開玩笑 我一天搞不好跑不到三千塊 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只要司機超債 被招到可儲三到九千元罰還 若因此導致有人受傷或是死亡 更可能被吊銷駕駛執照 而法律上只要嬰兒一出生 就算自然人 小孩當然也算一名人頭 且計程車不需強制裝飾兒童座椅 若超債 孩童的風險也會增加 計程車有人數限制 除了安全考量之外 另一大因素也是保險的關係 因為保險公司有規定 如果超債的話發生事故 保險公司是有權不理賠的 所以後續的責任還有損失 都必須有問獎自己承擔 不願承擔抄債帶來的後果 部分問獎寧可得罪客人 也不要違法上路 沒人願意剛到手的車資 馬上送給國庫 TVBS新聞 林勇士簡宇綺 台北報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